今天英特尔终于发布了10代酷睿处理器 其中包括了7代i7、8代i7、9代i9和10代i9 四个级别的处理器 这次的桌面版10代酷睿依然使用了我们熟悉的Skylake微架构 加上14nm++工艺的搭配 这就意味着它的单颗性能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但不同的是 之前只有部分型号配备的超线程变成了全系标配 即使是i5也变成了6核12线程的规格 换句话说 10代i3就是曾经的6、7代i7 10代i5就是曾经的8代i7 而10代i7就是曾经的9代i9 10代i9就已经来到了10核20线程的规格 从第8代酷睿处理器开始 面对友商的竞争 英特尔也决定加入核战争 从8700K的6核到9900K的8核 性能也是稳步提升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其中的i5-10600K和i9-10900K i5-10600K拥有6核12线程的规格 单核锐屏4.8G和全核锐屏4.5G和 10900K则拥有10核二线程 但搭载了全新的作写成TVB的自动超频技术 这个技术可以自动对体质比较好的核心提频 有点像对手的PBO 但它不会像PBO那样在超频的时候同时加压 而是在不提升电压的情况下超频 这使得它的单核锐屏可以最高做到5.3GHz 满载时也有4.9GHz 这样的频率策略说明英特尔对它的体质还是相当自信的 毕竟10核心的处理器做到这个频率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看来这次的14纳米工艺应该是打磨到炉火纯青了 桌面版10代库尉处理器更换了新的LGA1200接口 和之前的LGA1151接口散热器扣具兼容 主板方面暂时只推出了高端的Z490 10代i7和i9的默认内存频率支持 从2666来到了2933 这意味着如果你以后搭配B460这样的芯片组 也可以获得2933的内存频率 但是i5和i3则依然只提供了2666的默认内存支持 当然XMP技术 i3、i5、i7、i9都是支持的 因此如果你使用Z490主板 它们的内存性能并没有分别 为了应对规格的提升 各家的Z490主板也带来了更强大的供电 我们这次使用的M12E作为顶级主板 更是用上了16项核心供电的规格 加上双8频辅助供电接口 即使对10900K大幅超频 供电上问题也不大 但有一点遗憾的是 这次10代的酷睿桌面板上面 PCIe 4.0依然欠缝 也许我们只有在下一代才能在英特尔平台看到PCIe 4.0的支持了 新CBO也带来了新的功能 这次的10代酷睿支持每个核心单独禁用或启用超线程 以及很像是显卡超频的电压频率曲线控制 不过今天我们主要以默认频率的性能测试为主 只会简单的来测试一下超频能力 更具体的超频性能测试我们会晚一些带给大家 10代CPU还有一个重要的改进 官方叫做薄芯片焊接散热材料 我给大家翻译一翻译 就是核心的厚度经过了工艺上的改进 提升了导热的效率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测试中验证它的效能 而除了这个改进之外 我们也发现 不管是10600K还是10900K 它们的背面贴片元件的排布都是相同的 这就意味着它们使用了相同的核心 10核心的代表面积自然要更大 这也会提升和顶盖的接触面积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散热能力 那么在正式开始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测试平台 主板使用了华硕M12E 这是目前顶级的Z490主板 16强重点相当恐怖 采用了eATX版型 搭载四条内存插槽的同时 还搭载了ROG顶级产品经典的DIMM M.2插槽 方便SSD的散热 更好发挥出顶级SSD的性能 同时也搭载了覆盖整块主板的散热装甲 从供电到PCH的线条设计相当帅 镜面材质和金属线条的组合非常有质感 热管从供电模块贯穿到PCH 漂亮的同时有效降低了供电模块的温度 方便你超到更高的频率 内存使用了HOF的DDR4-4000 为了和之前的测试保持一致 并且减少瓶颈 设置到了3200C14的频率上 显卡是规格顶级的HOF OCLAB RTX2080Ti SSD是来自于HOF的2TB M.2固态 散热方面 为了方便对比其他CPU的温度表现 我们使用了D15进行常规测试 而在超频部分则使用了酷冷之尊的冰神B360水冷 这是一款只卖599元的360水冷 我也很好奇它能让10900K干到怎样的频率表现 那我们进入测试 首先是渲染性能benchmark 在Cinebench R15和R20当中 10600K凭借着超线程轻松甩开了上代的900K 非常接近定位更高的9700K 而10900K的渲染性能相较于900K也有着明显的提升 但还是和12和24线程的3900X有一定的差距 而在Vray测试中依然延续了这样的规律 但Vray当中的10900K和3900X的差距更小 高频还是很有用的 接下来Handbrake视频转码测试 我们分为H.264和H.265两个测试 在这项测试当中 10900K和10600K相较于上代的9600K和9900K 提升真的是非常的大 毕竟规格上的提升那是实打实的 接下来是Adobe全家桶 在Photoshop当中频率超高的10900K 8的头筹 而10600K相较于9600K提升也不小 但是Photoshop并不是一个超线程敏感的测试 因此10600K和8核8线程的9700K还是有一点差距 它也要略逊于3600X 而AE就更吃单核性能了 因此在这项测试当中 10900K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即使10600K也很接近3700X 如果说你是一个重度AE用户 那时代U很适合你 PR当中则呈现出了另一副景象 因为PR其实是一个非常吃CPU综合性能的应用 10600K表现出了和9700K几乎完全一致的性能 而10900K的表现也有着不小的提升 很接近12核的3900X了 但AMD阵营凭借着更多的核心数 在PR的测试中仍然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但很显然 时代将这个差距缩小了不少 Lightroom当中 超线程似乎并没有带来应有的作用 9700K在这里拿下了蓝色阵营的头名 但AMD在这里更有优势 我觉得可能软件在之后的更新当中 成绩也许会有所浮动 在体现压缩和解压性能的7Zip测试当中 10600K超过了9700K 也略微超过了3600X 而10900K则由于小了两个核心 稀败于3900X 不过两者相较于9代的9600K和9900K 那都进步巨大 我们也测试了虚幻4引擎的光照构建 我们烘培了一个demo项目 在这个测试当中 10900K凭借着10个核心和前代相比 获得了不小的进步 但可能是架构带来的影响 三代锐龙在这个项目里面要更有优势 总的来说在专业应用里凭借着规格的进步和高频的加持 10代酷睿相较于9代有了不小的进步 和3代锐龙的差距也进一步缩小了 但接下来的测试就是10代酷睿的主场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游戏测试 我们在游戏测试当中使用1080P最高画质的设定 刺客信条奥德赛当中 9700K、9900K和10900K都得到了完全相同的90帧的成绩 果然是众生平等奥德赛 而10600K也得到了84帧的成绩 AMD阵营就要在这里稍训一筹了 不过仍然略强于上代的9600KF 大表格2当中 几款英特尔的CPU都达到了接近100帧的成绩 这里的评价应该是2080Ti了 锐龙在这里的表现有一定的差距 但如果你使用高分辨率或者使用更低端的显卡的话 差距会缩小 全战三国当中 英特尔几款高端CPU凭借着高频的优势要更胜一筹 三代的锐龙则要略训一筹 差距不算很大 但从10900K和3900X的表现来看 全战三国应该是一个八核优化的游戏 而在城市天际线当中 英特尔几近就有了相对较大的优势 尤其是相对高频的几款处理器 成绩非常高 这个差距在实际游戏当中是比较明显能够感知到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是这游戏的重度玩家 我还是更建议你选择蓝色阵营的平台 在极限竞速地平线4当中 10900K和9700K跑出了最高的成绩 这是一个优化极好的游戏 无论是这次测试当中的哪款处理器都可以毫无压力的超过144帧 如果你使用的显卡还跑不满144帧 那么不管你选哪款处理器都没有压力 起码于坎沙2当中 英特尔阵营也有着相对较大的优势 尤其是频率较高的10900K和9600KF 这个游戏当中 CPU的强热会比较明显的影响游戏体验 如果你使用的是i3或者R3 会明显觉得游戏比较卡 文明6当中的10600K比较意外的拔得头筹 相对于9600K进步比较明显 不过整体的差距并不算很大 而在网络测试当中 彩虹6号里10900K依然拔得头筹 不管是哪款参测处理器都可以满足240Hz电竞屏的需求 压力不大 而CSGO的表现其实让我有点意外 去年我们首发测试三代锐龙时 这曾经是一个iHai游戏 经过了大半年的更新与优化 现在Ryzen还是那个Ryzen 但是酷睿已经不是那个酷睿了 10900K的帧数高出了3900X将近100帧 这就是规格提升和游戏优化的力量吧 同时威慑出品的Dota2也延续了这样的结果 如果你使用的是144Hz以上的屏幕 那10代酷睿更容易吃满它 而说到10代酷睿 我相信你们可能最关心的还是功耗和温度 先说结论 这可能是这几年英特尔散热座的最好的一代处理器 但是温度并不低 因为它的规格进步也带来了更高的功耗 新一代的处理器到手之前我也很担心 像10600K这种规格的CPU 会不会是9代或者8代的马前只换个接口 但实际上到手之后我就放心了 10600K的背面和9600KF的背面除了针脚数量的差距以外 更重要的差距在于背面的贴片元件 前面也说过它和10900K长得一样的 这意味着他们都应用了英特尔的新导热工艺 我们把10900K和9900K都控制在180-185W的功耗 同样使用D15单风扇 在室温27度的开放环境下烤机3分钟 10900K居然比9900KF的温度低了将近20度 看来官方打磨威力不小 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10900K的满载功耗比9900KF高出了50W左右的同时 温度却是高了不到5度 而10600K的功耗介于9600KF和9700K之间 同时它的温度也不高 而三代锐龙由于应用了台积电的7nm工艺 功耗显而易见的低于英特尔阵营 但这代锐龙的问题变在于由于7nm的密度高 激热严重 加上核心和核外部分高度的不同 使得本身并不高的发射量并不能及时散除 以至于用更好的散热器并不能让它们更凉快 作为3700X的用户 我希望下一代Ryzen可以学一下英特尔在时代库瑞处理器上的解决方案 至少把核心和核外部分打磨成一样高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900K的超频能力 简单的说 这次的14nm工艺我愿称之为最强14nm 我手上的这颗10900K在全核5GHz缓存频率默认的情况下 核心电压甚至不到1.2V就可以稳定跑过 包括像IDA64FPU烤机、Cinebench R20这样的AVX高负载测试 像R15这样的普通高负载测试更是毫无压力 此时的Cinebench成绩相较于默认已经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更重要的是它的温度其实和9900K在5GHz的温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不要觉得这意味着你随便拿个散热器就能压住它 在超频情况下一个360水冷还是必须平 毕竟超完频230W的功耗不是闹着玩的 而在酷冷之尊这个B360水冷的环境下 我最终做到了5.2GHz的频率 电压刚刚过1.3V 其实只是和一般的9900K在5GHz时的电压相仿 如果你想要再超一点缓存频率 你还是需要再加点电压 要说的是这代CPU超缓存的性能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毕竟核多嘛 5.2GHz时Cinebench的跑分已经非常接近3900X了 当然热量就需要顶级的360水冷了 无论如何 这个成绩对于少两个核的10900K来说不容易 这代CPU还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新功能 一个是电压频率曲线调节 一个是可以对每个核心单独开关的超信程 首先来讲讲这个电压频率曲线 你也许知道CPU的频率与电压并不是一个线性对应的关系 尤其是在你超过了某一个甜点频率时 你就需要大幅加压才能超上去 而这次的时代CPU引入了显卡超频里的思路 如果你还记得我上个月投稿的关于显卡超频教程的话 这个界面一定很熟悉 不过这里的横纵轴掉了个个儿 它的思路是允许你调整不同频率节点下的电压增益 这样你就可以在保持高负载频率的温度同时提升低负载下的频率 对于像游戏这种典型的低负载但需要高频率的测试来说 这项技术相当实用 这个功能可以在XTU里通过图形界面调节 也可以在BIOS里进行调节 我用这个功能搭配ROG M12E AIU化 让10900K跑在了全核5GHz 单核5.3GHz下 此时的烤力电压可以控制在仅仅1.18V 非常舒服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这个单独对不同核心开关的超线程 在BIOS菜单里你可以现在分别对每一个核心开启超线程 比如说你的游戏是一个16线程优化的游戏 你可以开10个物理核心加6个核心的超线程 这显然要比Windows自己去调度的效率来得高 而且你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功耗 这个功能我也是在偶然间才发觉到的 先不论实际作用几何 我觉得至少是骚炸了 你看我这个10900K 10核15线程 牛逼不? 总的来说 桌面版的10代酷睿并不是革命型的一代 但它给我们展示了14纳米最终的潜力 而规格的增加让只有i3预算的用户也可以买到曾经的i7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代酷睿的一些新功能很有意思 比如说第一次在CPU上见到的电压频率曲线 是一种非常面向应用场景的超频方式 不至于涂增功耗和发热 也能提升一定的游戏性能 而单独开关超线程对于核心数越来越多的处理器来说 也可以更方便的榨干它们 当然我最在意的还是官方打磨带来的散热效率的提升 当时我看到10900K测试出来的温度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最后经过咨询英特尔才得知这次专门的改进 作为9900K和3700X的用户 我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值得对手去学习一下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是这样 过几天我还会为大家分别带来两款主板 搭配时代酷睿助理器的评测和超频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长按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